2024年5月8日下午 我国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舰圆满完成为期八天的首次航行试验任务 顺利返回江南造船厂码头 试航期间福建舰完成了动力、电力等系统设备一系列测试 达到了预期效果 下一步该舰将按既定计划开展后续试验工作 2022年6月17日 我国第三艘航空母舰下水命名仪式举行 经中央军委批准 我国第三艘航空母舰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福建舰 嫌号为18 福建舰是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 采用平直通常飞行甲板 配置电磁弹射和阻拦装置 满载排水量8万余吨 自2022年6月下水以来 福建舰建造工作按计划稳步推进 我们都知道福建舰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一艘弹射型的航空母舰 这条舰上采用了很多国产的新技术 那么这次海事当中 福建舰要进行哪些方面的测试 和之前的辽宁舰山东舰海事相比又有哪些异同呢 我们请杜老师帮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次海事是两个方面的核心实验 第一叫电力实验 第二叫动力实验 从整个航母包括一般大型平台去看 这两种能力最重要 如果没有电力 没有办法进行通讯导航 武器使用 包括任何运作 如果没有动力 那么跑得远跑得快 这两点也无法做到 所以这次测试这两点很重要 从我们现在看到视频去看 很成功 你比如说我们在进行动力测试过程中 很多人发现 说后边办后央的护卫舰还有这个浪化 但是我们居然在我们的福建舰 后边看不到它的浪化 这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这个鸭子跑水比较深 说明它这个尾流控制技术比较好 之前特别是航空母舰去巡洋舰 它对这个尾流制造鱼雷很头疼 如果能够控制水的尾流 让对方无法寻觅 这样在隐身能力生存的方面 将有进步发展 另外你看它大发围的转向 包括其他的机动动作 都非常的成功 电力虽然这次没有详细说明 但从整个维杆 包括整个它这个上层建设 就很复杂 用电的地方特别多 比如说能量 主要用于电的残设 那么其他用电部分不能中断 所以这个电量分配也是个大问题 所以通过这个两个大系统的完整测试 说明了我们现在已经得到了很高的分数 那么下一步的测试 包括现在载机 还有其他的大家期待的这些测试行动 我想很快就会从视频中能够看得到 这次海市之后 人民海军在第一时间放出了很多 海市期间的精彩的视频 而且是高清的 东居你在看的时候 有哪些细节最吸引您的注意 在第一份蓝色的答卷上 航母福建舰写出了满分的答案 就像刚才杜老师提到的 全舰的动力系统和电力系统 是处于高效可靠的这种运转状态 航母的这种快速的航行能力 包括高效的机动性 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 从它的外观上来看 注重了隐身的性能 舰岛和很多的这种雷达设备 包括相关的天线 有效地集成到了一起 不仅减少了雷达反射信号 同样在这种对空对海 进行搜索的过程当中 先进的相公正雷达 包括各种各样的这种通讯设备 一键子战设备 都可以让航母在体系化作战的 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最大程度地发挥它整体的作战能力 可以说首次的航行试验 是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后续还有更多的惊喜等着我们 我们知道福建舰 是中国的第三艘航空母舰 从2012年9月25号 我国首艘航母 弦号16的辽宁舰入列 再到2019年12月17号 弦号17的山东舰入列 再到2022年6月17号 弦号18的福建舰下水 再到今年5月8号 福建舰海市凯旋 在12年间 人民海军的三航母 创造了令人瞩目的中国速度 一个个经典的瞬间 建成了中国特色航母之路的发展轨迹 接下来呢 我们就通过短片 来回顾一下这些精彩的瞬间 2012年9月25日 弦号为16的辽宁舰 正式交付中国海军 中国海军 都 Baseball 卖 クラ弦号 楼 但是 正式交付中国外卧 给并 咨诺 我 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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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出现了中国制造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用自己的脑 自己的手 自己的钢材和工艺 造出的第一条航空母舰 福建舰典型的中国创造 你看我们造一艘进一步 每艘都不一样 像通常的甲板 平直甲板 另外像电子残射 一体化为干 我感觉好多人看得眼花缭乱 的确你从国外去看 类似的大型常规动力航空母舰 好像谁都没有达到这个状态 也说明通过创新发展 我们掌握了一流航母的 一流建造工艺 所以这个三大步感觉到 中国航空母舰正在史上快舍到 所以从这个看点 包括亮点去看 每一艘航空母舰 给我们带来的惊喜 都不一样 随着2022年6月17号 福建舰下水 人民海巡 正式步入了三航母时代 那么福建舰 在通过海事 正式入列服役之后 它会在我国的航空母舰当中 发挥什么样的作战效能呢 冬孝老师怎么看 中国航母发展三步走 走得快走得稳 尤其是在新时代 走出了航母研发和使用的 这样的一个全新的道路 可以说呢 很快就达到了 世界的这个一流水平 福建舰对于我们航母的发展和使用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性的台阶 因为和此前的辽宁舰和山中舰相比 它更大 另外一个呢 它未来所搭载舰载机的数量 可能会更多 我们也会看到全新的这个面孔 可以在远洋更好地保护中国的战略利益 与此同时呢 三艘航母的这样的一个配置 也可以实现更好的轮换部署 比如说一艘航母处于这种维护的状态 一艘航母处于待命的状态 而另外一艘航母就可以在远洋 或者说在周边的海域去执行任务 保持高度的警戒和戒备 那么无论对于维护祖国统一 还是有效地制衡外部势力 针对中国的这种来自于海上方向的这样的一个敌意 它都可以发挥这种战略基石的这种作用 可以说拥有了三艘航母 尤其是拥有了这个航母福建舰之后 我们整体的海上安全形势会出现极大的改观 那么更重要的是 也可以更好地去走向远洋 更好地去保护我们周边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安全环境 另外我们知道航空母舰是舰载机 在海面上作战的一个平台 对吧 那么福建舰和辽宁舰以及山东舰最明显的变化呢 就是它上面采用了电子弹射的舰载机的放飞方式 关于弹射起飞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 先了解一下稍后讨论 航空母舰的甲板远远达不到陆地机场跑道的长度 航母甲板长度只有两百多米 大约是陆地跑道的十分之一 而且还要流出舰载机停放和降落的区域 能用来起飞的空间可谓捉襟舰轴 因此舰载机在航母上起飞时都需要额外助力 这就产生了滑跃式起飞和弹射式起飞 两种不同的起飞方式 采用滑跃式起飞的航空母舰 会在甲板前段打造一个向上的斜坡 舰载机开足马力冲上去 就会被航空母舰瞬间拖起 提升了高度 增加了迎角和升力 从而实现升空 采用弹射式起飞的航空母舰 会在甲板上安装多个弹射器 弹射器一般由动力系统 网腹车 导向滑轨等构成 导向滑轨上的网腹车 可以牢牢抓住舰载机的前起飞架 利用动力系统驱动网腹车 拉着舰载机高速前行 最终像弹弓一样把舰载机弹出去 刚才短片当中 我们带大家了解了滑跃起飞和弹射起飞的一同 其实弹射起飞和环页起飞是各有各的优势 那么我们的福建舰采用的电磁弹射起飞技术 有哪些巨大优势呢 我们先来问一下杜老师 如果这个电磁弹射实用化 或者下一步我们看福建舰 在海式过程中能够弹射电载机 你发现很多优点感到特别的高兴 我概括就两多一重 第一是架次多 你像整体弹射 它中间间隔可能比较大 如果电磁弹射动力充沛 包括储能设施 能够可预分配 这样放飞电载机的间隔会缩小 所以这个起飞的架次 跟之前像华越 包括其他的起飞方式相比 要明显增加很多 国外统计至少资料三分之一 第二呢 是它的这种飞机型号在增多 预警机 有无人机 还有很多不同型号的战斗机 重量不一样 然后强度也不一样 如果都是一个强度去弹射 那其他飞机有可能会受损 像无人机一弹就弹两半了 或者弹解体了 那么现在如果精确控制弹射的能量 就可以把重型的轻型的无人机 都进行分别类的弹射 这点呢对于航母舰载机机型的扩展有大作用 还有呢就是今后 航母不可能只在家门口活动 比如今后到寒区 如果到寒区那个蒸汽弹射 一弹全是飞 整个甲板上就像溜冰场一样 但是电磁弹射不存在这个问题 所以在极端的条件下作战 它依然能够正常发挥功能 这两点呢非常图属 东旭老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配备电磁弹射器可以让航母舰载机部队的作战能力 得到百分之百的发挥 像双发重型的这个舰载机 那么使用这个电磁弹射器可以实现满油满蛋的这个起飞 和蒸汽弹射技术相比 电磁弹射技术的这个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呢就是结构简单 因为蒸汽弹射呢 它是需要把动力系统所产生的这种蒸汽 引到它的弹射设备当中 那么在航母的舰体内部 可能还会有复杂的这种管线的这样的一个布局 可能会占据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舰内的空间 包括呢在进行维护 在进行维修的时候 据说工程量也是比较大的 那么电磁弹射技术呢 它整个的体系相对而言重量会轻一些 另外一个呢 结构也会变得更加的简单 当然了最重要的是又快又高效 可以在短时间内弹射更多的舰载机 这就意味着航母 它的这种在单位时间内 出动舰载机的这个数量会增多 那么就可以使用更多的舰载机部队 在周边执行警戒任务 或者说夺取制空权 对海打击对地打击的这样的一个任务 整个的这个效能会进一步的提升 不论是什么样的起飞方式呢 其实在空中作战主力就是舰载机 为了让舰载机更好的发挥它的作战效能呢 下一代这个舰载机上舰问题呢 我们现在也开始特别的关注 军民们很关注 在福建舰上可能会搭载哪些舰载机呢 讨论之前我们来看看段片 作为我国首款自主研制的双发重型舰载机 歼15具有作战半径大载弹量多的特点 可以携带空空导弹 空地导弹 精确制导炸弹等一系列武器 具有全天候全时段的作战能力 同时具有远程打击能力 在人民海军成立74周年官方宣传片 蛟龙行动中 人们惊喜地发现 山东舰的甲板上 错落有序地摆满了21架歼15 在近年来的海军宣传片中 还以彩弹形式出现了 疑似是新一代隐身舰载机的身影 林志飞 到 今天是你的新任务 新挑战 祝你愿望的生日务 是 其实 对于新航母还会搭载哪些舰载机 讨论也从未停止 其中固定翼舰载预警机 就备受关注 对于航母战斗群来说 舰载预警机是重中之重 它不仅是航母编队的低空预警平台 是航母编队的鹰眼 更是航母编队的空中司令部 事实上 从福建舰下水以来 引发了大家对于下台舰载机的猜测和讨论 那么在未来 我们有哪些新型的舰载机 可能会上舰 从战斗这个角度 看了目前还是两大金刚 首先是歼15的弹射性加了个T 所以它的综合能力 通过之前在辽阳舰山东舰上 已经完全成熟 武器装备使用 作战半径 作战手的基本形成 我想下一步它在福建舰上 还会继续流用 目前大家最关心的就是 隐身的舰载机 如果真的在我们福建舰上 跟歼15联合作战 这样就可以把这个隐身不隐身 两种机型的功能发挥到一起 所以半径会更大 攻击的突然性会更强 打击目标的点位将会更加的清晰 而且多种机载武器 专门的使用 也会让它具备完美的 这个对空能力 对海能力 对导能力 所以这个能力非常全面 还有关系说这个舰载的 无人战斗机也是一个方程项 而且航展看的 攻击11号 还有正在研制的很多 这个无人机 都有可能是今后的重点 所以下一步我们在 整个舰载战斗机上 两个格局 第一是有人无人相互组合 而且在极端条件下 能够相互配合 第二种就是目前的 隐身不隐身相互组合 所以两个格局 最后在我们福建舰上 将会一并存在 各自把优势能够发挥到 非常高的状态 对于增强远空能力 远海能力的攻击性 有重要作用 那么除了舰载战斗机 其实采用电磁弹射的 福建舰上面 会出现更多的舰载机种类 那么还有哪些种类的战机 有可能会上舰呢 这些舰载机会对福建舰 带来哪些作战效能的提升 大型航母本身 舰载机的搭载数量就很多 那么配备有电磁弹射器 出动的能力也会变得更强 首先固定翼能够折叠机翼的 舰载预警机非常重要 因为它是会飞的雷达站 也是会飞的指挥所 可以看得更远 同样也可以有效地指挥舰载机 去针对来袭的目标进行拦截 针对航母编队进行保护 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 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核心装备 除了舰载固定翼的预警机之外 还有一种舰载的战斗机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舰载的电子战飞机 那么它可以在舰载战斗机的基础上 进行改造 比如说利用现有的这个平台 为它加装电子干扰设备 包括这种大型多功能的电子干扰吊舱 尤其是弹射型的航母 那么对于这种专用的电子战飞机 它的这个部署和使用 是具备更强的支撑和保障能力 因为挂装2到4个 这个电子干扰吊舱 这个重量还是很重的 使用这个电子弹射器 可以让它轻松升空 也可以让它飞得更远 也可以让它的流空时间更长 那么利用这种空中的电子干扰手段 可以和舰载战斗机进行配合 那么舰载战斗机负责硬杀伤 而这个舰载的电子战飞机 负责这种软杀伤 那么采用软硬组合权的方式 不仅可以夺取制空权制海权 也可以牢牢地控制制电磁权 让对方的通讯设备和这个雷达系统 成为瞎子和笼子 那这样的话呢 在情报的获取方面 在战场态势的感知能力方面 那么我们的舰载战斗部队就有绝对的优势 可以更好的去实现 这个针对对方的这种火力压制 和电子干扰手段的这样的一个制衡 太好了 我们期待有更多更好更新的舰载机能够上舰 听起来非常的激动人心 真是让人有点迫不及待 想看到福建舰服役了 那我想您和我一样有一个非常关心的问题 就是现在福建舰已经开始海市了 那么我们距离它正是服役 还需要多长的时间 福建舰是咱们国家第一艘电磁弹射航母 这个星际吃饱饰和豆腐 因为它的很多测试项目 跟之前华越体费的航空空间完全不一样 目前看呢就是加护外服役 这是咱们共同想法 但是也没有必要那么快 因为它的测试又严格 今后这个测试周期就会越短 我们福建舰之后 还有很多很多新型航空母舰 如果通过这次测试 把这个电磁弹射航空母舰的测试的环节 教材 程序 规则 完全编制完毕 对今后类似航空母舰完成测试 然后呢早日加入海军作战区列 有重要作用 所以我们特别希望有一天呢 它争取早日的完成测试 但是我们又盼着 在整个测试过程中 越研解越好 标准越高越好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看呢 这次海事实际上是一个探索性的海事 能够为今后航空母舰 完成类似的海事 做更多的掀起工作 刚才杜老师说了 我们期待着 朝自东方起正式扬帆时 人民海军航母建设实现了 从无到有 从改装到国产 从滑越到弹射的升级跨越 梦想照进现实 静谧的深海 浩瀚的大洋 剑阵如虹 白浪如炼 不断向深蓝挺进的福建舰 正在勾勒出一条 向海图强的崭新航祭 那么关于福建舰最新的消息 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 让我们一同静待佳音 好了 今天的冰激面面观 我们就聊到这儿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到来 也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